回棒落空 連頭三個好球打著揮棒落空 日本隊首局三上三下 無攻而返 在台南舉行的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二十九號晚間 台灣隊首戰迎戰強敵日本隊 這個球出棒打到了 捕手這邊 捕手接球 就從往一來 哎呀 沒接到 日本隊打出內野軟弱滾地球 捕手接球傳一壘 卻發生失誤爆傳到外野 讓日本隊在二局上半兩出局後 先遲得點1比0領先臺灣 所幸投手馬上穩住正腳 連背打兩隻安打 右半別方向又落地了 行李之安打 後者回到本壘得分險 一點上保者利用這個機會 也要上三壘 二局下半臺灣吹起反攻號角 連續三隻安打搶回追平分 可惜後續分數沒在進帳 少棒正規六局打完 台日1比1平手 七局進入突破將局制 一出局 這一棒三壘手攔住 撿起來往一壘傳 面野滾地球讓三壘跑者回壘得分 日本隊收下超前1分 但臺灣隊在下個半局 一出局情況下 打者擊出一壘滾地球 二壘跑者高盛凱 撐日本隊不注意 一口氣連跑兩個壘包追平比數 兩出局台日平手 最關鍵的打席 這個球出爆 打成了在二壘方向的反彈 接球 這個球回來得分了 中華隊在首場比賽 最後是3比2 第一分的顯勝 打者王勝攘 二壘方向再見 內野安打 臺灣隊一分顯勝 日本隊起開得勝 3.15 李維廷 日本台南參謀道